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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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之夜 现在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进行两轮的比拼和冠军之舞来争夺总冠军 第一轮由专业评审老师选出第一队冠军候选人 第二轮由现场的大众评审团来投票 票数最高的将成为我们的第二队冠军候选人 两队冠军候选人进行冠军之舞的比拼 来争夺第一季香仪粉草舞出我人生的总冠军 将一粉草汁舞出我人生冠军之夜 现在开始有请全国五强 一个人吃零食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要他要缓解心理的压力 我今生是不想吃的 让我像真紧紧张 我自己压力太大 有请全国五强 张白衣 萨贝林 龙龙 王林 沈新瑞 马林 廖志 杨志刚 韩一波 刘真 有请 各位舞者在五出我人生一路走来 有难忘 有感动 有惊喜 有泪水 今天是冠军之夜 别给自己留退路了 来听一听每个组合的赛前宣言 萨贝林 张白雨 小萨白雨 舞台相遇 白雨小萨 武林奇葩 我们的冠军男人好好享受这个舞台 至于什么冠军呢 五十万的梦想 今天我说我们不考虑这个 鼓掌 他不考虑 如果一不小心我们得了冠军 我们的账号是 王林 百变玲珑 夺冠原梦 这个话很大哦 一会有秘密武器的 没秘密可言 第二支舞 王冠要成为祝梦人 夺冠组合吗 廖志 杨志刚 志刚 志刚 天下无双 沈欣锐 沈欣锐 好儿子 好弟弟 我们一起 为爱而战 好有气势 黄乔薄 我们是冠军 冠军 好了来 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每一组舞者 希望他们在这样一个冠军之夜 好运 加油 邀请第一个舞者 找被您张白宇 央视著名主持人和亚运冠军 为了圆梦 携手来到了五出我人生 张白宇渐渐敞开心扉 找回了曾经失去的亲戚 我今天上来特别想跟白宇说这个对不起 这一刻能够成为一个开始的话 也许我们的努力就有加力 这一对特别的组合 将为他们的冠军梦 进行最后的奋战 小大白宇奋勇进取 白宇小大谁都不怕 亲爱的白宇 作为你的祝梦人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我们经历了人生一次特别的旅程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笑着的眼睛里分明写着疑惑和担忧 你不知道这样一个祝梦人 究竟能带着你的梦想走多远 行多久 但是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给了自己一个答案 才发现鲜花或者泪水 晴阳或者阴霾 只有走过才知道它的苦楚和方向 你是幸福的 因为你的舞台永远在那里等着你 我也是幸福的 因为有你引领着我 让我踏上了一个从未涉足 神秘而绝美的舞者的世界 欢笑也好 流泪也罢 不到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你永远不会知道 那掌声有多温暖 多真诚 祝福你 好妹妹 今天我跟白雨 再一次以第一顺序出场 跳第一支舞 今天晚上 不光我是白雨的祝梦人 我还有一位好朋友 掌声有请 吴莫愁 谢谢 谢谢 我旁边的这位张白雨 他是亚运会国标舞双料冠军 他的注目人是 著名主持人 萨贝宁 萨贝宁先生 虽然腿很长 但是他不会跳舞 方俊评委 一直在说 跳舞要的是 手长腿长 但是每次说我的时候 都说 你们看小萨 他多么励志 希望大家为他们加油 能看到他们俩的精彩表现 接下来 我们三位将给大家 奉献我们今晚的第一支舞蹈 那就是 让我一次 爱个够 有请张白雨 撒贝宁 吴莫愁 我会有请张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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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不再沉默 渐渐迷惑在我 我的声音嘻嘻疯 像在跳动了火 我的夜夜比白天多 不要太早太早离开我 时机疫情太沉默 我不要这样过 让我一次爱个狗 给你我所有 让我一次爱个狗 现在的以后 让我一次爱个狗 给你我所有 让我一次爱个狗 我现在爱个狗 I couldn't go I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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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Baby baby I could go I could go I could go 说实话 第一个出场总决赛 是不是特别紧张 我就不紧张 因为我今天参加比赛 所以是竞争对手 我就尽力的找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刚才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有一小拍 就是两个人一起的这个 是不是有跳错步伐 我只想问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出来我跳错步伐了吗 对王冠的问题 你可以拒绝回答 什么样的心情 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当他觉得我紧张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在你内心深处 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紧张 就是 他还没开始跳呢 小萨给我整个感觉就是腿长 说他是个励志的典型 小萨 他总长不长 但是他比例相当好 对对 否则怎么 这个世界上还会有黄豆豆的 对 你说小萨不好 就说豆豆不好 说豆豆不好 就说我不好 说我不好 我可以忍受 最后一个动作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滑的动作 经常是男孩子拉女孩子的 白鱼竟然把萨别宁拉起来 我就会觉得这个动作设计很妙 因为编导跟我们说 以我们两个人的体型和体重 基本上可以忽略男女这个概念 对 杨丽萍 我觉得今天非常神圣 几个月的这个一个宁街 让他开出最美的花 所以我今天也很紧张 我觉得我的心态特别神圣 所以我穿这样的服装 我觉得特别重视这样的一个场景 刚才吴莫愁唱的歌 和你们这个舞衣配起来 我觉得特别的协调 特别完整 脚背的可能是 因为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背啊 胯啊 肩啊 全都没开 但是他就特别协调的 可以把腿抬那么高 虽然是弯的 我觉得他是真是有天赋 要好好地听 而且要好好地听 神仙姐姐说话 确保今年一年 五股风登 我听了 我仔细听了杨丽萍老师 代表官方评委的评价 也提到了腿的问题 说腿很放松 体力很高 尽管腿不直 但是就是没提腿的长度 练舞的过程 其实有很多画面 大家在电视上是看不到的 是 极其的艰辛 而且相当的危险 大家看王冠身上 这一身的伤 一身的伤 对 膝盖伤 那是胳膊 不要提这些事 这没关系的 放脑勺 腰着还有事 张白宇说 他说 其实 他这两三个月 跟我在一起跳舞 可能是他 这十几年舞蹈生涯当中 最快乐 最轻松的一段日子 真正当他们在专业比赛的时候 准备比赛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 那种艰苦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所以 特别感谢张白宇 来有请 下一个舞种 加油 那时 他腼腆自卑 少言寡语 那时 舞蹈 只是他一个 不成熟的梦 我们家 主主对比 没有一个人 激进过这个娱乐行业 王姬 矮戴 大龄 三个人的祝梦接力 现在 他用舞蹈征服了父亲 如果你哪一天 你感觉你累了 我们全家欢迎你回家 现在 他离冠军 只有一步之遥 紫妮爸爸现在变化很大的 他最近去看紫妮 练我了 尤其是像今天 他还细心里在打扮自己 今天是总比赛吗 爸爸把亲望好友都带过来 往这边去 往这边去 夜晚星空 你只看见最亮的那颗 红海中你崇拜花 的最后最红的那颗 谁不急于舍要站在舞台中央 光环 光环只为我闪磨 光环只为我闪烁 散场后落幕后 谁关心你想什么 谁在乎你做什么 夸张不是罪吗 夸张不是罪吗 能满足空洞发挥的生活 那灰痰的烟 那一轮的瘟 叫见了每一次下雨翻红 难道非要疯狂吗 内心也肯肯挣扎 一个人努力的时候 有谁跟见吗 有谁知道 往常到四夕的烘花 长大声音也闪耀 若是我找了我 也可疯了也罢 若不能回想 没算什么 歌唱的玩家 但是我正在为你发光 可不可违光 都请欣然接受吧 加一颗烟为你洒出火花 好 来聆听一下专业评审 杨丽萍 我觉得沈幸运首先让我觉得 他是一个太幸福的孩子 有这么多人的呵护你 还有马林 完全像演歌剧一样 好像是在一个殿堂里 真的 谢谢 谢谢 你很幸福嘛 然后杨丽萍评委 都感受得到了 在女人堆中的一个小男生 留言 马林姐 您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对吗 29年没有跳舞 必须补充 现在绝对是业余 就像您说的 29年没有再次登到 这样的舞台上跳舞 又穿着这样长的裙子 华尔兹 我全摆一定要荡漾起来 但是今天少了一点 旋转的速度 使你们可以做得更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交给我们的四位评委 在第一组和第二组选手当中 四位评委要合议 选出一组冠军候选人 有请萨贝宁张白宇 有请 怎么又是跟萨贝宁PK啊 谁想出这么残酷的比赛方式 你觉得你们好 还是沈兴瑞 马林好 当然是马林好 我跟你讲 我就不喜欢王冠 每次都问这种 就特别没有意义的问题 说啊小萨 你觉得你们两组 谁强谁强 包括在比赛之前 也有人问我 特别没有意义的问题 说小萨 你们现在离冠军越来越近了 只有一步之遥 你怎么想的呀 我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什么叫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 冠军一直在我们手里 金睿呢很年轻 他需要鼓励 他才十九岁半 那么白宇呢 已经拿过世界冠军了 没有没有没有 白宇拿的是亚洲冠军 亚军 对啊他已经拿过亚洲冠军 亚洲冠军不叫亚军 你得听 好吧 但是有一点啊 白宇已经拿过奖了 真的他拿过这个亚洲的冠军 我们沈俊瑞从来没有拿过 但是白宇从来没拿过全国冠军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们五个人商量商量 我们把奖给最小的小朋友 不不不不 我们不带这么商量的 不是要这样商量了 我说句公道话 我说句公道话 欢迎收看金日说法 其实我们希望两组 这个东西哪有商量的呢 希望两组 希望两组无数能有 从来评委谁都不能商量 他们现在在商量 所以你们应该把压力 扔给四位专业评审 对 对 小萨现在这种精神状态 西医已经放弃治疗 对 只能用明天偏方了 你自己 好 四位谢谢何亿 麻烦 请问由谁来选赌 黄豆豆 黄豆豆 谢谢两组选手 刚才经过我们 评审组的商议 我们认为在这两组之间 略胜一筹的是 我们认为在这两组之间 略胜一筹的是 张白宇撒贝尼 我到最后呢 分居不一定就是你的 还有机会 还有第二轮的比拼 有请下一组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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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 我已经卷入公园 问题是下一次 我要跟他比拼 首先有请张国强 陈树 大家好 我是陈树 我是张国强 很高兴今天来到 以前 虽然你老眼坏蛋 但是在五出我人生看到 你对廖志的关怀 还有细心的呵护 你说话不煽情 不刻意讨好 超级实在的好男人 关键 他觉得方俊老师很奇怪 每次都对杨枝刚和廖志 大家赞美 可每次都把yes 给了别的组 他认为有些莫名其妙 没见过这么心口不一的人 说的就是你方俊 你先点评吧 我从来没有当廖志 是一个有困难的人士 我要当他一个正常的人来看 因为这样是对他的尊重 你为什么不给他yes 因为我认为这个技术他没有达到 还没有到完美 爱心吗 爱心我照样有 但是技术还是技术 我们把它分开看可以吗 每次廖志跳舞 我非常感动 我也知道杨枝刚非常困难 80天的时间 能坚持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两位都是我佩服的 我很矛盾 今天这支舞蹈如何 刚才那个舞蹈的编排非常巧妙 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这个玫瑰花 在她心里面绽放的时候 她不是一个机器人 回到了一个女人 回到了可以依托男人来 完成很多美丽动作的一个女人 谢谢 看廖志跳舞 每次说实话 我真的是揪着心看 同样都是有身体伤害 虽然我们受伤的方式不同 她这个甲质上来的时候 说实话我吓了一跳 一个舞蹈的舞台上 看到这样的甲质 视觉上是强烈的刺激 我的心是捏着看的 真的非常棒 谢谢刘妍姐 我记得刘妍曾经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跟廖志 在舞出我人生的舞台上 跳一支舞 今天是总决赛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 刘妍 如果廖志是有可能冲击 最后夺冠角逐的话 我就要祝他一臂之力 好 各位 敬请关注 那我一臂 黄逗逗 刚才有一个托举是 廖志反手 巴着你的脖子这里 有一个旋转的托举 两个人完全真的就是相互的 这种信任和默契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令我感动 谢谢廖志 梁立平 廖志能够用另外一种腿 也能跳舞 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想跳舞 什么样的腿都能跳 谢谢 谢谢 好 来有请三位您 张白宇 交给我们现场的四位评委 在萨贝宁 张白宇和廖志 杨志刚 两组选手当中 选出一组成为我们的冠军候选人 来 有请六言 两边有不同的优秀 所以我们特别的难选择 我们四个人 评审最后的决议是 廖志 杨志刚 廖志 杨志刚 暂时成为我们的冠军候选人 邀请下一组舞者 来自湖南常德的内向男孩 遇到了雪姨 王林 来这里 拿冠军的最终目的 是什么 是希望跟我的女朋友圈 在王林的帮助下 龙龙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瞬间 帮助下 我觉得参加舞出我人生之后 我最大的改变在于我知道 真正的爱情 它是需要一个人有责任的担当 当一个人你真正有责任担当的时候 什么东西在你的面前都不是阻碍 因为舞蹈两个人恋爱 然后又是因为舞蹈一起赞上了这个舞台 又因为舞蹈两个人结婚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借助舞蹈继续的走下去 现在我一定要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我要做那个以后保护他的人 所以今晚我要更加的努力 补出我们自己的人生 龙龙加油 我相信你 有请龙龙 王林 有请龙龙 王林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ll guess This is love your words What Zither Harp 王琳其实和龙龙也是 一直以来都没有离开过他 一直陪着他 从第一次看到龙龙 到现在进入到了总决赛 你觉得龙龙在你心目当中 他每天的变化是什么 以前你觉得他很 不自信 现在他好像自从求了婚以后 就越来越自信了 像个男人了 对 自从求婚以后 成功以后 确实内心的那份责任感更加强 我现在肩负着 两个人的梦想在这个舞台上 一个是我老婆丁梦 还有就是第一场到决赛 一路陪我走过来的血液 拿出所有的压力给四位 评审 杨丽萍 我觉得今天龙龙 这个打扮啊 把他的那种英姿啊 英爽的那种感觉出来了 非常适合他 让我眼睛一亮 那我还要说的就是 顽龙我爱你 黄豆豆 刚才的舞蹈 就是在最后 雪衣 倾倒在龙龙的腿上以后 直接从腿上顺着腿 滚了几周之后 刚好就在那个位置 一下子 就算得非常精准 眼睛都不用瞧就知道 那个红的折扇放在那里 一拿起来哭 最后就在那个音乐的 最后一拍收尾 就看得出这支舞蹈 你们是练了很多很多次 当王林上来的时候 当Tango的音乐一响起 我什么感觉 我想告诉你 玲玲 就感觉 许多年前 春晚 我们期待着 本山大叔 那个小平一样 所以你很让我期待 并且你每次 都不曾让我失望 希望你们能 今天有一个好的成绩 接下来又是一个 让大家觉得很没难的局 我们要请上 廖志 杨志刚 同样要请我们的四位评审 何亦 选出一队冠军候选人 去 杨立平老师宣布 我们争议了半天 非常难定夺 这两队都是我们 非常喜欢的舞者 然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果 还奇怪的一个结果 就是 二比二 持平 我们想看到下一队 我们在这三队里面 选一队 因为我们真的不能捨棄 三组里面选一组 冠军候选人 对 来邀请下一组 首先有请李小双 太痛了 大家好 我是李小双 最近呢 我一直听说 刘璇在参加一个 舞蹈的比赛 我感觉很奇怪 我就说你已经拿过冠军 你还要去拿这样的 舞蹈冠军吗 又过了一段时间 又听见了 请奥伟 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 恰恰的舞蹈 我感觉奥伟 你也要像玄姐一样吗 他说不是 我们在参加一个 柱 某一个人 达到一种梦想的比赛 最后 我来到这个台上 我们来支持她的是谁呢 四 韩一 柏 我相信在这场里面 有三位奥运冠军 能帮助她 实现梦想的舞台 同时 我也相信 我们三个人 能够有一定的能量 把她送到冠军的宝座 加油 加油 她是一个外表俊朗的傻男孩 那个人是天使 她为了自闭症姐姐 来到舞出我人生的舞台 一次次的挑战 一次次的受伤 她们一无反顾 从不退缩 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要 让她们生活得特别棒 照顾姐姐一辈子 第一次报答对吗 我已经找到了 真漂亮 她懂事到现在为止 她一直在做的是 哥哥的这样的责任 她在这个舞台结束以后 其实是她人生新的开始 之前我都像一个风筝一样 玄姐牵着我走 她告诉我 我的方向是什么 这个是谁 这个呢 衣服 对 这个呢 玄姐 我现在觉得 给我的姐姐 还有我的家人 带来快乐 我觉得这个才是 现在最重要 你是第一个 我会照顾你 嗯 有请韩艺博 刘璇 一切变成甜蜜 黑夜和晨曠 狂风和四季 我像温暖的摇映 我像温暖的摇影 永远抱紧你 我的心 从未曾犹豫 最真正的爱 全都献给你 我和你 相守相依 真爱生死故意 传作悲可惜 他和天和地 我和你 永不分离 千千万万世纪 无边无际 爱是永恒 因为爱 爱是你 爱是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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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以伯和刘璇刚才这个舞蹈真的是风险性都很大 我想听听大家的掌声来评测一下他们的这个冠军指数 我们后台看着他们的舞蹈只有这一种声音 天呐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很美而且你们做起来是很轻松 韩以伯你觉得你轻松吗 我外表轻松但是心里其实压力特别大 愁掉愁掉他愁的就是要掉下来怎么办 来周立伯你上来试试 你知道我的性格你这样对我很不公平 你知道我不管谁向我挑战我都会上的 我怕是不怕的对吧 你看 记住家里面保险相当的钥匙放在洗手间 马桶背后 还藏着人挺隐蔽 你不能穿衣服不能穿衣服 这个必须光榜的必须光榜的 这必须光榜它增加摩擦力 等一下 等一下 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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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将近50岁的老男人 你们觉得怎么样 周立伯因为你没有训练过 一米就够了 我从来没上 对对对 你慢一点 慢一点 不用很高 好 那我两个手捏住 算多一点 男人加油 对 你应该往下 对对对 八九先开 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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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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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掌声送给周立伯 哈哈 鱼子 鱼子 哎呦 你很厉害啊 从来没做过第一次就成功 好 对自己很自信 因为我一直是这样 只要对方是人 他能做的 你也能做 还有 好 好 在发出惊叹之前 一定要知道 你是不是也能够和他一样 先不要说 我不行 我不行 你就不行了 你说我行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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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真的行 好 断图了我们一个多么深刻的道理 别人行就自己一定行 呃 包括我过去在台上打甲 谁说有气功我就上去 我没有一次输掉 但是我流了很多血 谢谢你 谢谢 让我们这个紧张的比赛氛围呢 多了一丝的轻快 好 接下来的时间 要留给四位专业评审 黄豆豆 一波你跟刘璇 两个人在空中的这个仇调的配合 完全要建立在两个人绝对的一种信任之上 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个 一个礼拜到十天之间 你们是在怎么样一个环境下面训练 太难了 杨丽萍 真的太唯美了 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唯美的世界 人家那些练这个绸调的人 要练很久很久 但是没想到一波怎么那么熟练 很专业 谢谢 空中能一百八十度平行的 然后他的脚背非常到位 我就看他两个脚尖那个瞬间 舞蹈演员基本上达不到这样的水准 非常棒 刚才很难界定的两组舞者现在 来吧 舞台上的舞蹈是美丽的 舞台下的四位评审是纠结的 要在我身边的三组选手当中 选出第一轮中的冠军候选人 四位评审合一 决定一组 刚才龙龙和王林 还有廖志杨绝刚之间 他们很难去平衡 谁来宣布 方俊 因为我们刚才争论很多 我们考虑下来 三队胜出的应该是 韩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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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璇 接下来韩一博 还有刘璇 在等待着下一轮冠军候选人的诞生 是第二轮车轮战 他们每一组表演完毕之后 我们邀请大众评审团来投票 票数最高的一组 将成为第二队冠军候选人 五处五人生 走到今天 大家应该印象深刻有很多的舞者 有一位人气舞者 他很胖 告诉我他的名字 鲁启妮 谢谢 有请鲁启妮 叶玲 唐一新 很奇怪 他们这三个人的组合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就是上一次我们PK完之后 然后听说鲁启特别可怜 总是换舞伴 然后整巧在行练房 看到他就很落寞的样子 然后我跟叶玲商量说 要不要一块儿 在帮鲁圆一支舞蹈 那就说原本应该是唐一新叶玲 可能会在这跳 应该没有你什么时候 对 然后我听说你也是老八的 人家那个练功房外面看 对我在各种偷看 说是探班 实际上 就每个舞蹈房 就溜了溜了 来 有请 来 有请 鲁启特别 夜灵 唐古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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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个凌智术 点流向步步 好像终于加速度 你由啥又无辜 一生俱来的功夫 加快 加步 要加速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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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有请第二轮车轮战出场的事 大贝宁 张白玉 有请张白玉 萨贝宁 阿姨贝宁 张白玉 软重轮战出场 大贝宁 萨贝宁 大贝宁 萨贝宁 大贝宁 萨贝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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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把西班牙的斗牛舞和十面埋伏 融合在一起 小萨前面的一个扫堂腿 已经让我吃了一斤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后面你搭着他一步一步 跪步往前走 可能大家觉得他不属于转 不属于跳 不属于翻这类技术动作 但是他这种肢体本身的表现力 完全把我给征服了 我很遗憾 我此刻不能给你们打分 但是我为你们起立鼓掌 最后我再负责任地跟大家说一声 从舞蹈演员的体型来讲 萨贝宁不单单腿比我长 而且他的身高 居然比我还高几公分 谢谢 逗逗事态了 逗逗事态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舞蹈的舞台 就是这样充满魅力 跳到最后 选手们都好了 评委疯了 我们就要交给大众评诊团了 因为我是你们的代言 你们给我点气场吧 好 再给一点 差不多了 小三 你现在什么心情你讲 在跳这个舞之前 我跟白宇说 我说 这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支舞蹈 我跟白宇都很兴奋 我说你好好地享受吧 最后这一支舞蹈 跳完 我准备办个仪式 叫金盆洗脚 告别 这舞台 我现在怎么感觉 我再精度做法 你在海派清空 但其实 从内心里说句实在话 在最后我从白宇 肩膀上落下的时候 我看着白宇的背影 我就突然想起来 我真的 舍不得这个美 小赵 你如此回答我 在今天之前 你有多长时间没说话呢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是在说话为生 跟您一样 OK 并加清空的是你能够把一个提问 变成一场演讲 但是 有一句话我想告诉白宇的是 无论舞蹈曾经给你带来过 什么样的难过和伤心 但是 你放心 你一辈子抹不掉这两个字 送你一句话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既然这是我最后一支舞蹈 我能申请一个不一样的 离开舞台的方式 还没离开呢 我为何如此悲壮 此刻 一个晚上很悲壮 是不是啊 来有请下一组舞者 有请沈新锐 爱戴 欢迎订阅 充满着浪漫的味道 放松的心情 自由的复兴 我和你一起在 寒天坠浪 你能长长的头发 随风飘扬 今天又发现要对你表白 其实不说你也应该明白 恋爱的季节 其实还没有来到 跟着你最后的接受 Cinderella 爱我吧 这就是我唯一的英雄 Cinderella 把你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要的爱人 Cinderella 爱我吧 这就是我唯一的英雄 Cinderella 把你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要的爱人 Cinderella Cinderella 热血沸腾 接下来 大众评审 要有 一个选择 来我们有请 撒贝宁 张白颖 我觉得此时此刻 应该把马林 一起请到我们的舞台上 因为在我们 节目录制开始之前 她有跟我说过 她今天想要给 沈新锐一个惊喜 要送她一份礼物 但是我一直都问不出来 我们现场来揭晓一下 有请马林 还藏在身后 有一个礼物 是我妈妈帮瑞瑞制作的 然后我要送给她 哇 哇 这是 这是杨丽萍老师 这是对 这是那天杨丽萍老师去跳舞 然后是 一个画册 我的妈妈编的 然后这里面有这四次 我陪着沈新锐 跳舞的经历 然后这是 两个家庭的合影 对 这写的 送给亲爱的儿子 瑞瑞 这是我们所有的评委 还有主持人 然后这是 我和沈新锐第一次共舞 好有心啊 马林姐 十进八的时候 然后这个第二个 是我们两个人 一起跳的第二支舞 叫听妈妈的话 然后这有 给她写了四天的话 您念两句 第一次见到瑞瑞 青春的你 是活泊而快乐的 那天彩排时 因为不熟练的焦虑 无数次停滞 我严厉的训斥了你 记得吗 当时你伤心落泪了 我的心中酸醋了 你还是个孩子啊 我们相识共舞一个月了 今天这一场 是冲冠之舞 一路走来 拾起那汗水 泪水 凝成的一切 在你追梦的历程中 圆满着 挚爱舞蹈的 我的母亲的梦想 帮助我偿还这 二十九年来 未舞的遗憾 谢谢你 让我们重拾美好 谢谢马林 非常的用心 A B两组 有一组漂滴的 出局 在提问之前 马林姐姐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你给日背的这个封面和封底 是不是有我的形象 有的 有的 你很帅 虽然你学丽萍姐姐的孔雀舞学的有点像乌鸦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蛮帅的 我跟他说清楚是鸵鸟舞 因为乌鸦也挺漂亮的 我跟那个封底后面是我吧 还有你 优美的后背 这个可以 不借用大家很多时间 我是希望给 一位一个祝福 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在你青春洋溢的时候 这些阿姨姐姐帮助你 并不仅仅因为你很帅 而是因为在你的身上 他们找到了自己青春的痕迹 我希望你起舞时 永远令人欣赏 落幕时 永不让自己伤心 大众运行团 请给正亮对舞者 打出你们最为难的分数 A是萨贝尼 B是 准备投票 备 开始 投票结束 我一直和年轻人说一句话 从成功 走向另一个成功 我们不过是路过失败 因为没有失败 哪来成功 有请梦想信息 55队 44 胜出的是 赵贝尼 赵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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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白鱼赵贝尼呢 也是暂时的冠军候选人 此时此刻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加油 我 向利波老师说的 随败 由 柔 加油 加油 爸爸永远支持你 加油 支持加油 来有请下一组舞者 有请廖志张国强 助演嘉宾 陈树 在那轻轻的春藏夜上 轻盈的露珠在摇晃 是谁的目光悄悄开放 是谁的爱独自遥望 看不见的世界在天上 看不见的世界就在身旁 那车水马路的人世界 那样的来那样的去 爱独自遥望 美丽啊 倒影在心房 美丽啊 泪珠花散伤 美丽啊 你让我慌张 人生多么好心在歌唱 在这边 大家好 后面大家看到你的这个现场都是狂乐 你看得到吗 为什么呀 就你解释一下这个表情字 因为我这舞蹈是纯粹是外行 因为我不像志刚那个 他过去受过这舞蹈训练 他们也都是来帮助廖志 这样我们要把志刚爱叫上来吧 来有请杨志刚 又来个表情怪 这个必须有反差 这样没反差就不动 今天他们俩呢都是来帮助廖志 陈述和杨志刚是有相同的经历 曾经都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对陈述还在东方歌舞团 曾经08年还跟黄豆豆是不是有过独舞 那个我刚才看在台上这个四位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评语 就是杨志刚我们是98年的春晚是一起跳舞 陈述08年我们一起合作了一个舞蹈 是群舞加双人舞 然后是我跟陈述两个人跳 另外一位我必须要提的就是国强 国强在1995年的时候 我们两个曾经是室友 所以我今天但是我虽然认识了他十几年 但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国强跳舞 你有没有想到别人会对你舞蹈基础的质疑 我特别怕给他丢分 你来从任何角度来都是积极 就从换口味上面来说的话 你对我们也是很负责的 老兄 张国强是很认真的 其实他刚才跳舞也很认真 当然 他曾经真的小清新过 刘长发弹吉他 你们可以搜照片 张国强会跳霹雳舞 曾经也是在专门的场合表演 你给我 你给我 这还是小清新的 但是你晚上如果 你在我在弄堂里面看到你 你就冲我这样 你得提前你播歌 你得告诉你家住哪 哦对对对 那我再请四位专业评审来做一下点评 杨丽萍 我真的没想到陈述原来是跳舞的 我在舞蹈学院的时候 您过来我们班上看过我们的课 是吗 对 我今天大气已经 但是你今天唱歌又让我大吃一惊 我怎么会唱那么好 但是郭强的那个给他跳舞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点像小品 有点缓呼 因为原来看惯了这个志刚 陪这个廖志跳舞 突然就换了一个舞伴 然后刚才看到就有点好玩你知道吗 如果我是编导我就会让郭强老师在那里揽 真是对不起 你很好 我听说你应该唱戏曲 应该体跳舞更好 行 我因为我是林远子弟嘛 我的太老爷 倪尊生是平剧的创始人之一 哦平剧 对 有一个我妈妈唱过的一个 香商店的一个革命现代平剧吧 算是你帮助到廖志 尽自己努力 李勇哥 李伯哥 吃元宵来 从冬庄到西庄 我到处把你找 找了这么大半天 我才把你找找 你看我的两只脚 走起了跑 一扇石头了 我的周深汗水浇 嘿嘿嘿嘿嘿嘿嘿 哎呦呦我的李勇哥 哎呦呦呦我的利波哥 你们干这样累的活 怎么能够吃得一小啊 吃不小啊 小啊 我给您撮了一碗元宵 擦擦汗你们歇歇脚吧 您看看 这是一碗 又香又黏 第六元的团团转的黏米面的白糖 夏儿的大哥元宵 非常感谢 来有请张白宇撒背您 我说后台的故事 后台坐着一位您的老乡 我刚知道您是黑龙江人 对 而且当年国强大哥在他们当地是春晚主持人 就当地每年搞春晚 国强大哥上去 但是每年都唱汤圆那首 唱了大概都有几十年吧 在当演员之前 所以那么熟 来 要由大众评审呢 来评比出两组舞者 刚才上一组评完 最后撒背您张白宇是冠军候选 那么这两组 谁的票高 冠军候选 票低的出局 或者你们这一组是最难评的 但是 现在已经到一个 必须有一队把背影留给观众的时候啊 好吧 选萨贝林张白宇的 A 选廖志张国强的 选B 结果 就在大家的手中 祝他们两位追悟人都好 准备投票 有请梦想信誓 47 比52 胜出的是 亮志 恭喜 亮志杨志刚张国强 陈述在 住门人的帮助下 亮志呢 是冠军候选人 很遗憾 张白宇和 撒背您 很遗憾 谢谢你们 谢谢 刚才 我大爷说到 有可能 这是他的最后一支舞 不幸严重 我其实在舞出我人生已经两个月了 从我第一天认识萨贝林老师开始 他就跟我说 他说人生里面没有任何事对他来说是郁闷的 我觉得他教会了我很多事情 让我很乐观地去面对所有的困难 我觉得我这两个月在舞出我人生真的 感受到爱了 小萨 别告诉我你剩下的都是快乐 一点点遗憾都没有 其实我不同意白宇刚才说的 他说感谢舞台 感谢祝梦人 你没有必要 这么着急地去感谢所有的这一切 因为你还要在舞台上继续跳下去 舞蹈对你来讲是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我不一样 我可能真的从今天晚上之后 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能站在这样的舞台上 给那么多人跳舞 也许我会和李勇一样 我们继续做着我们的主持人 用我们的方式和世界沟通 但是舞蹈 我比你幸福那就是至少有一段日子 有过一份心理 对 舞蹈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它发生了 三十岁以前 我没有见过高山 三十岁以后我发现最难越过的是生活 所以我想告诉白宇 真正的舞台是生活 跳好生活这支舞 生活当中 有可能是一马平穿 也有可能是十面魔符 谢谢二位 再见了 即将出场的韩一博 是上一轮产生的冠军候选人 如果这一轮 他还能获得大众评审的认可 他将直接成为年度总冠军 有请韩一博 刘雪 李小说 行奥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说明镜与点栏目 一声正气 好笑 有我先想起 但是你 你很难答应 恐怕 竟然是谁呀 深深深厉力 恐怕抱怨一眼看 真正要买新品 有请韩一博 刘雪 李小双 小双来到了无处的为生 奥运冠军组团来给你助阵 你对得冠军是不是特别有信心 我特别想得冠军 我们应该去支持他做这个冠军 最起码他感受了 我们不要再放在心里了 一定要感受 就算我没有拿到冠军 我说我想拿冠军 因为我在小时候 我得到这样一种错误的教育 一定要等到我拿完冠军了以后说 哇 我是冠军 不用 谢谢 有请廖志 杨志刚 在各位大众评审 投票之前 有必要再一次明确一下 刘雪 韩一博 他们是第一轮比赛的冠军候选人 我能给廖志拉了票吗 当然 杨志刚 你看这边是 杨志刚今天晚上第一次主动 听一听 我跟廖志跳了七支舞 只有我最知道 他有多么不容易 走到今天 到了总决赛 在我心里我真的希望 廖志能得冠军 也希望在座的 大家能支持他 谢谢你们 杨志刚这句话是平生欲强的 因为志刚哥其实在下面的时候 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 然后他今天 我觉得他比我还紧张 他还说 第二次舞我应该跟你一起跳 我应该跟你一起跳 我想还是起到作用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站在志刚哥的旁边 可以一直走到最后 我已经觉得自己是冠军 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冠军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最好的舞伴 遇到一个最好的哥哥 很感谢 我不知道大众评审团怎么想 这是史上至少在我人生阅历当中 最为难的一次 我站在这边 我想问你的是 当你看到那么多 以武为生的人 黯然失色倒下去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不知道这个举例恰不恰当 但是我确实有一种 当初从一栋楼里面 被救出来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我会想 我会想 爱谁 喜欢谁的独猜 Live now 我的心处在 梦想 从感情的独猜 所有的我爱 爱谁 喜欢谁的独猜 Live now 我的心处在 Live now 我的心处在 Live now 我的心处在 接下来才是冠军之争 我们要等待的最后时刻 就要到来 每一位评审投出的一票 代表了十票 我们最终的结果是 评审的票数加上观众的票数 按照出场顺序 我们首先有请 是刘璇陪着韩一博 继续走上冠军之舞的道路 加油 有请 有请韩一博 刘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刘延曾经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跟廖志 在舞出我人生的舞台上 跳一支舞 今天是总决赛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 刘延 如果廖志是 有可能冲击最后夺冠角逐的话 我就要祝他一臂之力 有请廖志 刘延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神话 我想将农坊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渺阔天空 就像穿行在路边的光队 就像穿拖一切的力量 我想要农坊的生命 就像穿行在最惨的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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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等待的最后时刻 就要到来 大众评审团 准备好了没有 支持韩一波流选 选择A 支持廖志 杨志刚选择B 开始 投票 结束 谢谢各位大众评审 你们的票数 稍后我们要做短暂的隐藏 然后请三位专业评审 给出票数 每一位评审投出的一票 代表了十票 我们最终的结果是 评审的票数 加上观众的票数 有请黄豆豆 勇哥我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 可以 方军 你也可以再考虑一会儿 表情 杨老师先来了 好 我们的菜头 杨丽萍 先让大众评吧 他们评完了 他们评完了 我们先不先不 其实已经评完了 我先说吧 我先票给 韩一波 十票 豆豆 我要把我的票给 廖志杨之刚 谢谢 杨丽萍 真的很难 还是给韩一波他们吧 二十票 二十票 刘璇 韩一波有二十票 廖志杨之刚 十票 我们接下来有请 湘以本草化妆品 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执行副总裁 陈海军先生来宣布最终的结果 来请不讲兴趣 刘璇 韩一波 评委得分 二十 大众评委得分 四十六 杨自刚 廖志 评委得分 十分 大众评委得分 五十三分 冠军是刘璇 韩一波 恭喜 恭喜刘璇 韩一波成为我们 第一季 湘以本草 鼓出我人生 总冠军 我们有请 湘以本草化妆品 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陈海军先生 加州宝执行总裁 特别助理 李小莹女士 奥康国际企业文化中心 总监 孟超先生 来为我们 五出我人生年度冠军 颁发冠军奖杯 证书 以及五十万元的 梦想创业基金 有请 在此祝贺 韩一波 刘璇 在这里要 感谢 所有关注 和支持 五出我人生的人们 谢谢 每一位 追梦者 谢谢 每一位 祝梦人 谢谢 所有的朋友 下一本草汁 五出我人生 中国人的美丽 中国人的梦想 圆满收官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我们下期见